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柴灣在1977年1月發生碎屍案 一個50歲的女人遇害後 頭和四肢被斬 屍體被棄至於柴灣興華村對開的環翠道 在1月23日被人發現 警方迅速破案 抓了死者的前夫 並控以謀殺罪 死者的頭和四肢 分別在灣仔和西環海面沉獲 被告其後以誤殺罪判終身監禁 廉政公署成立後發生警戒衝突 一個退休警長被控參與非法集會 和傷人罪名 1978年今天裁定罪名成立 入獄6個月 他後來上訴 刑期減為3個月 而警務處進行內部紀律聆訊 調查13個涉嫌和搗亂廉署有關的警務人員 9個人罪名成立 全部受到撤職處分 各位歡迎收看六點半新聞 詳細內容 四川唐家山演塞湖一帶再下雨 不能排除缺堤的危險 而自然洩洪就可能推遲到深夜 下游的綿羊江由二十幾萬居民已經撤走 由軍隊帶到安全的地點站備 我們的採訪隊抵達其中兩個受影響的鄉鎮 其實黃大軍就分別在清二鎮 李家文就在龍門鎮留意著最新的情況 演塞湖下游家綿羊江由二十幾萬人撤走 包括古此的住持 他們還帶著佛像離開 由李家文在龍門鎮報導 在淨棠家山演塞湖下游的綿羊市龍門鎮 鎮口有解放軍駐守 近4000個居民已經撤走了 暫時不給回來 只有公安局還有我們解放軍可以在裏面 裏面的裏面已經全部疏散出來了 什麼時候走的 從昨天下午就全部清出來了 由成都來這個鎮 搞汽車電池小生意的羅家 不放心間鋪回來看一看 才再回到對面山頭的臨時安置點 他和全鎮幾千人上個禮拜搬上來 大熱天時要12個人住一個帳篷 這幾天越來越熱 幾經要求才分到6個人住一個帳篷 但是醫圖就要投靠本地人 我們沒有那個飯票 他們在裏面有飯票 那你們怎麼辦 我們跟他們有九個人 我們是三個人 他們有九個人 我們都是他們的 發一點糖 餅乾啊 那些乾糧 還有中午都沒有飯票 我們都自己煮飯 所以把這個餐具帶上了自己煮飯 他們本地人都有的 我們外地人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裏居民說 當地政府通知他們 要在這裏最少住一個月 確保的鎮解除危險 才可以回落山 山上安置點 原本是佛門清淨地 明朝已經有的回龍古籽旅遊區 但現在連住持都帶佛像出來 和張文露宿 住持說 二十幾個佛像在地震當中都鎮爛了 有些是把收大難 有些是把繩子大難 有些是把頭大難 住持說 不停都有余震 不過幸運 這磚沙米多高的大佛 仍是完整無缺 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文 在四川綿羊報道 和龍門鎮的李嘉文聊一聊 嘉文 住手當地的解放軍 有些甚麼準備 是的 我們整個下午 都跟這裏的解放軍在談 現在看看 解放軍其實不時 都要跟這裏的居民在那裡交涉 勸他們不要進去 因為他們聽到上級的指示 總之現在仍是危險的 只要一聽到一些宣傳車 又或者一些警報 他們立即就要走 那方向又怎樣走呢 解放軍就說 他們有上級通知他們 就找我後面這個方向 一直往山上跑 但是跑多遠 跑多久才為之安全 他們都說是收不到通知的 但是他們說 一直會堅守住這個崗位 那我這裏的報道 暫時告一段落 先交回給王家俊 謝謝 而在四川駕總理溫家寶 和專家商討 唐家山演室湖搶欠工作 專家說 全面決堤的機會不大 但降雨量減少 預計自然洩洪會推遲到深夜 多個派出百多名武警官兵 挖心洩流槽 鄭月朗報導 由監測系統的畫面可以看到 大批官兵坐直升機到壩頂滑掘 加深洩流槽 並且計劃滑多一條渠道疏到湖水 唐家山演室湖昨晚到今日下午都有雨 發生山泥傾瀉 增加滲流 但是水位上升的速度比預期慢 加上湖內堆積了大量飄浮物 可能會堵塞出水口阻礙排雄 當局擔心陷情加劇 預料官兵要留守3至5天搶險 總理溫家寶連續兩天在綿羊視察 早上再和專家開會 並且探望安置區駕民眾 他說處理唐家山演室湖的規模和措施 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指示各部門要抓住時機制定方案 一日不消除這個隱患 抗震救災仍然未完成 唐家山演室湖洩洪之後 湖水會經過北川通口鎮 經江游、綿羊、浮城區、三台等地 再流向長江 無線電視機長 鄭月朗報導 解放軍計劃一旦決堤 就會用炮彈打碎洪水衝下來的巨型雜物 保護橋樑和鐵路 黃大軍在江游清二鎮報導 這個十幾個解放軍的小隊 帶備堅塞式榴彈炮和火箭筒 到清二鎮附近一條橋戒備 以防一旦決堤 可以將洪水沖下來的大型硬物打碎 保護橋等和下游多條火車橋 確保可以繼續運送舊端物資 解放軍進行施設 現在在這個場面上看到的就是演習的過程 將它保存鐵路 撫張大橋造成極大的危害 這樣我們把它打出洞口 然後隨著它往下飄的時候 這個物體裡面灌上水 進水以後它自然就飄浮下去了 這樣就不會飄到水面上 而下游的江游市清二鎮 由於受到演習湖決堤的威脅 三分之一的人口 即大約2000人 已經撤離到安全地方 清二鎮位於唐家山演習湖的下游 鎮政府說近日河水的水位沒有明顯上漲 但他們仍然會密切監察著情況 而未撤走的人就繼續在自己搭建的帳篷居住 一聽到警報 35分鐘之內就要撤走 當局也向他們派發疏散手冊 指導他們走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而每一戶人都有指定的撤退路線 行華明指傳了大批津裝水和食物在家 做好疏散準備 也有居民說大部分財物都不會拿走 就是帶著自己能穿的衣服 然後還有自己的現金和自己的貴重物品 比如說電器這些都放在家裡 最好職責一個人帶著自己的現金上山去 他說條命最重要 其他的財物已經不重要 母親電視記者黃大軍在江游清二鎮報道 我們的記者黃大軍現在還在江游市清二鎮 黃大軍解放軍還有什麼準備 郭榮琴 剛才我在唐嘉山演出湖下游地區的河道 看到解放軍都會連同一些水利的人員 檢查一下河道兩岸的設施 看看如果一旦是決堤的話 兩邊河道會出現什麼危機 另外我剛才見過解放軍進行一些 榴彈炮的試射 他們就說試射完之後 他們可以在30分鐘之內 可以重返現場進行試射 確保如果一旦是決堤的話 他們是可以有迅速的準備 在江游市清二鎮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加回給香港的新聞報 謝謝各位同事 轉看看其他新聞 教育局研究調整母語教學政策的方案 中學最快明年九月 可以分中文班和英文班受課 不再分中中或者是英中 趁配應報道 香港同日 四條迷人 對,直腳馬大D,直腳馬大D 直腳馬大D 等等等等 這部就是第一代的家庭電子遊戲機了 七十年代中由美國傳入香港 遊戲異如反掌 動一下再懂,再把球打入網就行了 哎呀,擋到的,哥哥你不讓人 這麼簡單的遊戲怎麼滿足機米呢 到了七十年代尾 新式的家庭電子遊戲機登場 楊惠,看著我們玩吧 今天我們玩個第二款,好嗎 好 玩賽車還是賽馬,打Bossing 好嗎 好主意 顏色鮮艷得多,還可以更換遊戲卡 每盒遊戲卡都有幾十款遊戲可以玩 老爸這次買了這份禮物 適合得心想了吧 鳳水飯的髮型沒有變過 但到八十年代,遊戲機款式就越來越多 看看這部遊戲機,除了用Joystick的控制之外 還要用鍵盤輸入資料 看看當年的報紙 一部電視遊戲機的售價 二百元至千二元不等 香港本地貨自然最便宜 美國入口的就最貴 這部電視遊戲機,怎麼會好玩呢 和你鬥多分,一起打 多謝玩得這麼入神的就是八十年代 日本推出的就真卡片型遊戲機,Game and Watch 多謝玩的就是衝天大火,要接人 除了玩這些小型遊戲機之外 不少人,特別是男生,最喜歡放學之後 脫胎去機店打遊戲 1980年代,遊戲機中心是怎樣的呢 看看這塊招牌,寫著朝九晚十二 當時你說,算開得要的 至於最早期的遊戲機 就是星爺和發哥 生前這一部的日本製座桌式遊戲機 手在下面這個位置 打機的人要坐在這裡 鐘頭向前才看得清楚的螢光幕 這個貌似林峰就是魯鎮順 他在玩的是大型電子遊戲機 他在玩的這款遊戲叫太空侵略者 我們俗稱打怪獸 當年打怪獸一推出 馬上風魔所有機迷 不少人交了很多學費去打 經典遊戲怎麼可以漏得吃鬼 被鬼追著追著 你吃了大力丸之後可以吃回它 真的很過癮 當年在機店玩機 還要黎必看到這個情境 為何拍機呢 可能覺得 這樣也沒那麼容易輸吧 麻煩你打一部舊機 我知道這個是舊機 當然不知道是舊機嗎 火火王 以前有打 現在哪有人 為甚麼 我甚麼隊都拿了驗 你以前是喜歡玩的 沒試過當然要試一下 不過打機太聰明了 就會很快玩驗 結果又不斷玩新機 過天下 今晚我們再關注一下 民村地震所帶來的後遺症 就是唐家山演塞湖 由於當地又下雨 水位繼續上升 各單位都是洩洪做準備的 是的 而下游的綿羊市 已經撤走了25萬人 總理溫家寶 就再到當地視察 還說 近日天氣轉熱了 災民安置區的生活 比較辛苦 希望災民忍耐和體量 總理溫家寶 再到唐家山演塞湖 試測排除險情的進度 差點跌倒 今次是他計 昨天之後 第二次來到這個 被列為險情屬於高危級的演塞湖 強調及時排除險情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他說 時間拖得越內 水量就越大 不安全的因素也都越多 溫家寶說 我們是沒有經驗排除演塞湖的險情 但你就必須要在實踐中學習 和積累經驗 不斷完善和調整方案 工程人員由今早早開始 已經一直密切監測演塞湖水位上升的速度 還要處理 對接在洩洪槽出水口的漂浮物 避免洩洪的時候 阻礙流水流向下游 越來越接近洩洪的時間 百多個武警官兵下午 就坐直升機重返演塞湖 任務就是挖心洩洪槽的深度 加速湖水向下流 目前決定是採取用人手 再配合機械挖掘 救援指揮部 由唐家山演塞湖霸前 東下游綿陽市的原線 設置了14個無人觀測點 這套先進的監控系統 可以在演塞湖提霸崩潰之前 將霸前的畫面傳到指揮部 為預測水程提供重要的資訊 唐家山演塞湖 現在的速水量超過2億立方米 相等於香港萬移水 附近8成用水量 一旦提霸崩潰 就會威脅到 130多萬民眾的生命安全 同時也會對難成魚輸油管道 構成嚴重威脅 成都軍區600多個官兵在場戒備 燕塞湖潰壩滑在泄洪 操成了輸油管道斷裂之後 我們部隊能在48小時內 加上一座輔橋鋪設輸油管道 難成魚成品油管道 是起於蘭州 途經甘肅 陝西和四川三省 終點是重慶市 是中國唯一通向西南地區的成品油管道 一旦出現險情 令到輸油管道大動脈脫裂 三天之內無法搶通的話 那四川災區的原油供應 就無法得到保障 而甘肅 陝西和四川三省的用油 亦會受到影響 1944年今日 盟軍登陸法國落萬帝 大舉反攻歐洲 盟軍首先空襲德國交通和補給線 反攻隨即由海空兩路進行 當兩萬個空降部隊出發的同時 十幾萬陸戰隊員 也由四千隻軍艦送到沿岸 再坐登陸艇搶灘登陸 這次反攻行動 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艱苦的一次 在本港和海外擁有五十一間分行的海外信託銀行 因為管理層出現嚴重問題 1985年今日被政府下令暫停營業 財政司彭麗治在當日埃曼發表聲明 說商業罪案調查科已著手調查銀行的經營情況 到了第二天 立法局召開特別會議 三讀通過特別法例 由政府動用二十億外匯基金 接管海外信託銀行 政府又隨即委任新董事局 入主海外信託銀行 令銀行在兩天後恢復正常營業 Nou 遍